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疫情逼人 既曾在客逢中无处可逃 只能重复又重复地做检测 我们住的环境这么低迫 没得到 快知道自己是中了 不要在前面的人来 病毒无处不在 要令他们遵从临临种种的防疫措施 照顾者有苦难言 做不到他 哥哥, 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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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你看他 一埋伸就跟你逃过 他说了 他都不明白 怎样都要在家困住 困充斗 活在疫症蔓延时 怎样才可以令 有认知障碍的他们配合 一起抗疫 他们不是一群 等给你去处理 很难搞 他虽然有脑腿化症 没有人跟他说过 发生什么事 就好像就这样 捉了他过去做一些事情 其实这个也是最不好的安排 61岁的李妈妈 有一对中度智障的子女 哥哥文瑶今年30岁 而妹妹美形就23岁 以往两兄妹一早早出门 大半日都会在展能中心上堂做训练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日间展能中心几次停开 到现在第五波疫情 两兄妹已经留在家里几个月 一天都在二十四小时照顾他 真是辛苦吃力 加上年纪大了 加上现在的疫情更加是 我很小心照顾他们 身体健康是吃的方面很重要的 智障人士的身体机能 比起一般人弱 所以过去两年多 李妈妈更加注重一对子女的健康 他很担心子女一旦感染新冠病 会有重症或其他病发症 儿子之前会抽筋 如果你做得不好 真的感染到的时候 你怎样呢 如果我感染了更加辛苦 我一个人生病也要照顾他 是不是 那就真是心力交税 精神会爆煲 李妈妈说一对子女的智力 相当于两三岁的小朋友 很难向他们解释 因为疫情严峻 而不可以随便出街 这几波疫情 喜欢出街的两兄妹 都被逼留在家 做运动解门 三天下不了街 他们情绪不能发泄 你困住在那里 打机能不能打得多 他想出街 你又不让他出街 心情会很贴躺 又担心他会顶了东西 他又要出街 更加困难的是 是要他们遵从政府的防疫措施 两兄妹不合作 李妈妈都无能为力 打不到针 因为他都不肯打针 一埋伸就跟你斗过了 你都不够他力了 就是这么健碩 你下去检测排队 几个小时一来 他又没有耐性 又是几个小时 分钟 又要打蛇饼 在那里 空气又很混习 我想到是很危险 疫情当中 李妈妈说 最大的挑战 是要带一对子女出街 有时自己到街买菜 又找不到人 来家里看着一对子女 逼遇无奈 就要带他们出去 情绪紧张 周围都爆了 你带她走一步 你都要想想 很留意她 即是扶着要插手 立刻 每次和对子女出街 李妈妈都会为他们 带齐防疫用品 不过这两年来 哥哥文堯一直不肯戴口罩 令李妈妈很头痛 我哥哥戴口罩好吗 我哥哥戴口罩 好吗?我走 你看她 你不要走这么快 行不行? 你知不知道要戴口罩? 不要 人家真的要戴口罩的 知不知道 人家真的要戴口罩的 你看我快做什么啊你 我逼不了她 你看她 她在那里兜圈 发脾气 在那里 她觉得戴口罩又焗了 不舒服了 她不戴 她也不知道 她不戴口罩很危险 她不是忙着这么简单 簡直指指点点 为何她不戴口罩 为何你不和她戴口罩 很多疑问 她唯一嗜好 行超市 有个好像移乐 那样的 那些职员 叫她戴口罩 如果不戴口罩 小弟你出去吧 她也试过被人趕过几次 就是臉猛猛的 趕过几次 过去两年多 政府因应疫情 不断收紧防疫措施 现在市民入街市 都要戴口罩 掃安心出行 以及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两个瓜子的醋 不要走去 妈妈进去买菜 没办法符合 这些防疫要求的民谣和美营 最近这个月 跟妈妈去街市 就只能够在外面等 吃一吃 擔心的 没办法的 没人帮忙 以前她走走走走 现在就知道了 走了之后 没人照顾她 我来服侍她 那不就不走 她坐在那儿 我来服侍她 妈妈 你买完菜了 你的手要做什么 在2020年实施的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 任何人在公众地方都必须佩戴口罩 否则要有合理辩解 例如有身体或精神上疾病 損害或残疾 有政府专家顾问 有政府专家顾问认为 智障人士属于特殊群组 要完全遵守防疫措施很困难 这个群组都相对是难处理的 因为他们本身智力不正常 很多时候必须会合作 始终最重要的是 你帮他们打齊新冠疫苗 起码他有一定的保护 打了第三针 我抱着他硬来 他们做了强剑 那些瘤鼻、胸口疼液那一刻 对他们来说好像有入侵性 他们也很多会抗慨 不让你碰、不让你动 25岁的林林是严重智障人士 妈妈陈太说 每次女儿出街 都会被其他人要求戴口罩 她知道女儿根本做不到 所以这两年多以来 两母女都很少出去 就算每隔几天 林林吵着想出街 陈太太也只能够 趁早上少人的时候 带女儿去家附近的公园走走走 每次出去 她要坐下的地方 她四周都要噴一下 因为经过她摸 摸完之后立刻摸 咬着口鼻 我们戴口罩 要呢?不要拎头,要呢? 要呢?要戴口罩的?要 乖乖,你拿来 是 要的,大家不戴口罩 不让她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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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亦都质疑不想为何不戴口罩 做不到 她的能力做不到戴口罩 是的 我也想和她戴这样的环境 有这些小朋友 我们都是见惯了别人的眼光 抗疫两年多以来 陈太太说他们一群照顾者 已经身心俱疲 身边也没有什么支援 因为照顾她 睡觉也要想着她 煮食也要想着她 24小时也要想着她 我要看着她 很想过疫情快点过 让我们的家长可以放松一下 不要像那条杖筋整天拉得这么紧 疫情至今仍然未见进头 一般人习以为常的防疫措施 对于自力或认知有障碍的人来说 都难以理解 加上疫情期间 不少社福机构的日间中心服务 被逼暂停 有专门服务脑退化症机构的 一项研究显示 八成的照顾者因为这样而觉得有压力 七成人说他们照顾的老人家 认知活动能力和情绪都转叉 因为疫情令到她 留在家的时间要多些 有些事情便会退步得快些 Sandy的妈妈七年前 开始有脑退化症 她说幸好以往去开的日间中心 在这两年多以来 依然维持服务 可以让妈妈继续有规律地做训练 如果她不上学 其实她的问题比掩疫更大 她早晚吃了饭 还没吃饭 做什么 她就好像很没有规律 情绪又会波动 又觉得我们不明白她 一直研究脑退化症长者的崔志文说 家属如果可以用脑退化症长者的认知 向他们讲解疫情 他们会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我们会用回他们以前的历史 类似瘟疫、鼠疫那些 打针也好 或者任何的防疫措施 我想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不安感 一些痛楚她不理解 一个长时间 譬如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之前的 一个预集 我们叫做一些 mental rehearsal 去到这样拿起手臂 这样打一下 行不行 其实他们会理解发生什么事 疫情严峻 部分社福机构 虽然暂停日间服务 但仍然支援有需要的家庭 这一日展能中心的社工 安排中度致进的民谣 和美营翻中心做行常训练 一直很抗拒戴口罩的民谣 在社工耐心指导之下 终于愿意带着面罩上堂 我想是整个气氛的氛围 我们就告诉她 你一个任务 她就尝试去做这件事 她很自豪 这两年多以来 中心都会透过不同活动 令智障人士做到戴口罩、勤洗手等 防疫要求 何思韵说 要他们遵守抗疫守则 免受病毒之傲 社会各界需要付出更多耐性和体量 智障人士的情况 未必可以由零到一百 只是由零到一 对他们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进步 其实一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需要提出更多的状态 需要有很多所要求的 然后阻止更多的情感 在寶寶的這個床位置居住 這裡環境擠迫 除了聽音樂 可以令人放鬆一點之外 劉冠泉說 其餘時間他都覺得充滿壓迫感 我的空間就是我背後的床位 多大,六尺乘三尺 而且覺得好像給床板 好像空間,好像是棺材的感覺 例如早前看到名人死 自己不知是不會一年半後 就會報他們後塵 經常會想這些問題,經常害怕 兩年前新冠疫情爆發 患有觀心病的阿劉 在農屋裡看著死亡數字一直飆升 嚇到沒有較好睡 自從一看過 降到50歲以下都有死亡率 我就已經開始很擔心 很擔心如果我中了一招之後 我能否撐得到這個病毒 我們這間房間的單位 現在有兩個朋友都咳得很厲害 我也很擔心… 我反映給房東 房東說就算人家有事 我沒理由趕人家走 我們現在很多朋友都有意見 也在這裡反映說 那個又這樣,吐痰痰痰很厲害 又塗痰,又塗痰很厲害 誰知道我們只有一個廣誌 我們無奈接受 政府早前估計 證據家隔離或檢疫的港人 超過三十萬 阿劉說牢屋人多密集 一個單位住了差不多二十人 居家隔離有很大的風險 一個人感染新冠病毒 很快整間屋的人都會中招 所以牢有時都會下街逛逛避風頭 不過下街又是另一種危機 有些人口罩又不是戴得那麼好 口沒還飛 有些人都會脫下口罩 吃煙又不戴上口罩 有些危險 不敢在這裡逗留得來 簡直是有時打彈 因為太多隱形傳播者 我們住的環境這麼擠迫 為公園只不過是 你可以輸一下筋吉 或者休息一口新鮮空氣 連這個地方都是高危的 那個地方那個蠟燭之地 不停拿 步步為營 今年第五波一開始 開始都是步步為營 阿劉說第五波疫情避無可避 他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天天去做檢測 希望自己不會中招 但是他就覺得 政府現在的檢測工作 有許多地方都做得不夠好 好像我們早上這樣 強制檢測,我們龍大廈 我都看到很多人都沒有去檢測 他監察不到位,做得不好 每一次的檢測報告 都是七天後才給我 三次的檢測 整個月我才知道全都沒事 如果真的中招 我們這裡都全部中招 一個月起碼全都傳染了,對吧 對,我們先去看看 阿劉現在很幸運,沒有中招 但在疫情之下 患有觀心病的他一直不敢開工 生活只是在漫漫 謝謝,叉鴨玩 二十元 二十元 我覺得很便宜 因為如果去蕭南寶賣 起碼都要四十元 在那張台上滾 二十個小時在那裡看電視 聽歌,看報紙 吃完飯,洗澡,那就一天了 全港有多達二十二萬基層人士 住在劏房、龍屋和板鑑房等 不惜撤居所 他們依賴每天打工的微博收入 過活 關注基層權益的社工認為 他們極需要政府或其他人 伸出援手 全港低於貧共線的一百萬人口 他們在疫情或禁足的安排之下 是否有即時 和貼近他們需要的支援、援助 是由政府或相關團體可以支援 我猜這是最關心的 跟龍屋居民一樣 劏房戶都面對環境怕少的問題 他們除了沒有地方儲存食糧 一旦確診也沒有訂立 跟兩個子女住在劏房的楊小姐 二月底感染新冠病毒 她說確診的一刻 正值隔離設施嚴重短缺 當時她很掙扎 自己應不應該回家 我上班拆到約四元 公司叫我回家 拆到半路中途 我自己很害怕 她撐住那一刻 她整個人陣在那裡 在家裡又有小朋友 怎麼辦呢 現在她又不知道她去哪個地方 我怕小朋友擔心 所以就站了整個小時 我站在那裡 看到一些人走過去走過去走過去 自己的頭腦轉不到 怎麼辦 不定要問自己怎麼辦 避免無奈 最後楊小姐 也是要回去這間 只有百多尺的房間裡面 為了減低子女受感染風險 她索性把飯桌搬到廁門口 在廁所出眠吃飯 聽又是她的錯 又是她 鼓住人家那些毛病 吸有病 那些毒吸到自己也有病 我也不懂得連說 如果政府真的要這樣做的話 我手說 你們要有影響 不要說打算沒有人侷察 你打算有人侷察 又給別人位置 又給別人位置 即是可以一年到有 即是可以 那別人的家 是很慘的 是很慘的 我們留不合同 別人的慘 在家裡 是否很慘的 整個家人 中大医学院 蔡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 早前估计 香港将有450到500万人 感染新冠病毒 直到五月底 感染人数才会回落 鉴于疫情仍然严峻 各种防疫和隔离措施仍然生效 对于日新工作的基层来说 首庭就口庭 二月底曾经确诊的杨先生 从事地盘散工 他就很担心未来一家四口的生活 他都说我的抗体 最强烈到针都不用打了 就是不必太一点 还可以抵抗Delta病毒 就是我的抗体 如果你说在这个时间 要去围风 要去感触 那我便变得很无辜 对于所有的弱势社群 漫长的抗疫路 每一步都举步为奸 特别是脑退化患者和智障人士 他们根本理解不了疫情发展 要帮助他们打赢病毒 更加是难上加难 当然担心 难道妈妈心情不能有她吗 难道让她死掉吗 不是吧 所以我自己也担心 我自己也担心她两个 所以一半